哈喽 老师姐 一边讲话很不礼貌 那现在又要到每个小时回答大家的问题的时候了 我们每个小时都会回答一个观众 在我脱口秀演出的时候写的纸条 如果没有当下被抽到 那我们就会做短影片 以及未来的podcast会一一回复 今天要回复是我们在1月28号下午场的 执档求生署观众提出一个 我最近让他不大爽的一句话了 该怎么回应 这句话呢 大家可能会有点很熟悉 就是当有人对他讲说 一个女孩子被这样说会开心吗 他觉得有点不爽 我真的不知道是谁说的 会在意思些什么 但是如果你因为这句话不爽的话 那我想他这是个问句 对不对 一个女孩子会被这样讲会开心吗 所以你还没有先解决对方的问题 先不急得不爽 那我建议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不确定对方的意思的话 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是好的话 你干脆就直接问他 我就问他 你不用自己在那边不爽 什么意思呢 该如何回应呢 当一个女孩子他跟你说 一个女孩子被这样讲 对啊 哪一个女孩子这样子讲会开心呢 会开心呢 会不爽呢 对不对 然后你就很好奇的问他会吗 会不爽吗 为什么好奇 这好奇太重要了 又接下来就当然会啊 或者是不管怎么样 接下来你感觉起来 他就是有一些情绪要抒发嘛 这个时候你就让他说 用好奇的眼神看着他 那尽量先不要想着这个人 你喜欢或不喜欢 然后先让他抒发完这些情绪再说 本时的情绪 真的有的时候对对方好奇多一点 多访问 那你的好物就会少一点 少一点 否则他其实可能不是针对你 到最后你却在针对他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我的回复的话 或者喜欢这个频道 请各位在OE老师频道赶快订阅 按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伙伴 如果可以的话 更希望大家可以到现场来参加我们 这个拖过手的演出 尤其是台南的台南现在只有三张票啊 好惨啊 下一支影片 希望待会要上课 我不知道来得及来不及 希望我三点还可以有影片